如果你感觉生活在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里, 周遭的一切非好即坏, 没有灰色的缓冲地带, 并且感到悲伤和空虚, 非常的害怕被别人抛弃, 那么你可能已经患上了所谓的边缘型人格障碍。 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一种心理疾病, 其特征是自我形象扭曲, 难以调节自身的情绪, 以及维持与他人的关系, 大约有1%至2%的成年人患有此病。 同其他所有的精神障碍一样, 该病症也有自己的疾病谱, 也就是说, 它会以各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 包括从常规性的愤怒失控, 到更为严重的自残行为。 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成因, 尚不完全明确, 这是因为它与成瘾行为, 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和饮食失调都密切相关。 环境因素, 比如童年时期被忽视和虐待, 似乎起到了作用, 但是也可能有基因遗传的原因。 由于科学上还没有找到任何生物学证据来诊断精神障碍, 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患者的症状来诊断它是否可能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 让我们以艾伦为例来解释这一点。 艾伦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 他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然而最近他不但感觉到被孤立, 还变得极端情绪化。 他表现出的五种症状通常与这种情况相关。 艾伦的自我认同会快速变化。 一天之内, 他可以从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变成感觉自己一无是处, 在遭遇危机时也会性格骤变。 他正体验人格分裂的症状, 感到自己思想与身体是分开的, 其行为完全没有自我意识。 艾伦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所谓的 自我身份识别的障碍。 他会表现出强烈而不稳定的情绪, 很小的挫折都能让他的精神失控, 让他在瞬间结束一段友谊。 他感受到的每一种情绪都是非常强烈的, 愉悦变成狂喜, 痛苦变为绝望。 这种情绪上的过山车让他筋疲力尽, 他开始出现了解离的症状。 他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 艾伦和他的朋友们交谈时, 经常会感到被朋友误解, 他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并对朋友们大喊大叫或猛烈抨击, 虽然这之后, 他会对此感到非常羞愧。 为了处理这种情绪, 他开始暴食, 滥用药品, 并且变得残暴。 这些行为通常是与自己较劲。 他非常害怕被别人抛弃, 当女朋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他们的约会时, 他愤而分手。 然而, 几分钟后, 又会发大量的短信来请求原谅。 他总是担心女友会离开他, 极度地缺乏安全感。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不稳定的人际关系。 当艾伦担心自己会被抛弃时, 会无缘无故地伤害他的朋友, 把别人推开。 因为他认为这样做, 自己就不会被推开。 但是, 不久之后他又感到羞愧, 并承诺会改变自己。 在经受了这样一系列严重的偏执之后, 艾伦想要从大学退学, 这几乎是他生命中唯一稳定的事情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最好的朋友让他去寻求帮助。 当艾伦与专业人士交谈过后, 他了解到, 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有效治疗方法是心理治疗。 比如CBT, 认知行为疗法, DBT, 辩证行为疗法和MBT基于心理的治疗。 这位精神科医生还告诉他, 在某些情况下, 患者可以服用一些药物, 比如情绪稳定剂,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超过50%试图自杀的青少年, 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 能够知道他自己的情况也是一种解脱, 至少他知道他并不孤单。 关于这些, 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呢?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分享你的想法, 或者你自己的一些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